工人趁老板下班 用刻刀在一面有被胶的镜子上划出划痕 之后工人仅需轻轻按压 就可将镜子一个个掰下 这是万花筒的制作过程 一个通过转动底做圆盘 让其发生反射形成绚丽的几何图形的玩具 曾一度让8090后 在少年的时候未知疯狂 但是它的原理却只需要几面镜子而已 被掰下的镜子 会被再次沿着划痕掰断 这样就能让镜子边沿员呈现完美的直线 紧接着工人会用利青纸包裹一面长方形玻璃 并将刚刚制作好的玻璃的反射面面向利青玻璃 组合成一个三角形 这样镜子的反射就会产生一个名为曼陀罗的柄图案 这对镜子的角度十分刁钻 只有刚好是36度角的时候 才能让原本的一条弧线与一条直线通过反射 形成一个五角形 确认无误之后才能用热绒胶与金属胶带 将制作好的镜子进行固定 在另一个车间 工人会将准备好的绚丽多彩的饰品 通过特殊的排放方式放进圆盘之中 每放一个工人都需用三角镜子观察 确认反射效果 每种效果都是工人的精心设计 最后再放上彩珠 增加成像效果 就可以给圆盘涂上胶水盖上盖子了 之后工人再在圆盘的孔洞注入矿物油 让某些饰品可以悬浮 最后将制作好的镜子放进望花筒 装上目镜 并将彩色圆盘装进可旋转的底座 装进望花筒的另一段 望花筒就制作完成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